推动高雄成为咖啡产业观光圣地 市府曾经推出东游高雄的咖啡地图 获得不错的回响 而这一次看到由在地业者发起的国际咖啡比赛 市府观光局表示乐观其成 也希望能够共同努力 让高雄成为发展咖啡产业观光的好地方 为了满足咖啡迷的需求 市府观光局曾经结合高雄在地咖啡业者 推出东游高雄咖啡地图 让民众按图索计 透过走访每一间咖啡屋 找寻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香 也受到许多民众的喜爱 事实上要喝到美味的咖啡 一年四季都很适合 观光局也期待透过不同形式的推广方式 让高雄成为弥漫咖啡香气的观光城市 所以整个咖啡的这样的文化 是集结了艺术文化创新等等这些元素在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 我们能够借由这一次的国际嘉年华的这样的一个交流赛 那我们希望所有的咖啡的高手来到高雄 希望借由这个作为我们推动观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咖啡的浓 醇 香 生活不少民众的喜爱 看好高雄气候和海洋城市的意向 由在地八家业者共同出资举办的大港杯咖啡国际交流赛 希望借由活动拉抬产业发展 也将品味咖啡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展现海洋城市的热情和奔放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增加一些对咖啡的认识啦 还有说咖啡其实没有那么 没有想象中那么专业到会让人家不敢接近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全民参与的一个活动计划 南部的话就是因为比较热情嘛 然后南部又以很多热带水果注明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咖啡其实以跟别的地方比起来 我们会比较充满一些比较果香跟热带水果的那种气息在 高雄的民众到底有多喜欢喝咖啡 从街道邻里开设的不同主题咖啡屋就可见一般 甚至开店数已经直逼茶饮店 有些业者更精心布置店面 还调配出属于自己的招牌咖啡品味 搭配两年一度的国际咖啡大赛 预计又将掀起一波咖啡竞赛 让咖啡迷引领期待 港多新闻马恩嘉黄兰君采访报道